《琉璃琳》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 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我到的时候,包厢里氛围正热 不愧是圣哥,敢从徐京城嘴里夺食 拿下承熙这大单子 正要推门而入的手 在听到这个名字时,手指下意识蜷缩起来 我的未婚夫,附胜的声音紧接着传来 嗓音里带着些愉悦的笑意和张狂 这算什么,拿下承熙只是第一步 里面一片恭维之声,忽然听人提到我 话说,嫂子那边怎么样了 还在闹吗 嗨,她跟诚哥闹什么 她都不知道是圣哥把她送到徐京城床上去的 我今儿还看到她给诚哥发消息 问诚哥什么时候回家呢 牛,还是圣哥牛 一箭双雕,既用嫂子这是从徐京城手里拿到项目 还让嫂子以为自己做错事了内疚,高啊 一门之隔,一字一句像一桶桶冰水兜头泼向我 浑身的血液瞬间凉透 想起那天,明明在陪附胜参加酒会的我 醉酒休息醒来,却出现在徐京城的床上 我张簧无措地从酒店跑回家 整颗心都被因为背叛附胜涌起的歉疚所包裹 我跟附胜坦白并提出分手 他眉眼心疼,说这不是我的错 他会为我讨公道 却一连数日极少回家 跟我的联系也愈发减少 我隐隐察觉我和附胜之间有了隔阂 今日在朋友圈看到附胜哥们的定位 我匆匆赶来,就是想跟他好好谈谈 可此刻才知晓,真相竟是这样 他眼睁睁看着我内疚和无措 对我日渐冷淡 转身却拿我当作徐京城的污点做要挟 原来,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而我从未发觉 我浑身止不住地发颤 附胜的声音又传出来 带了几分不耐 俊怡他确实有用 等项目结束后 我会给他一笔钱 我去,诚哥这是要掰了 这你舍得 附胜嗓音凉凉 他都跟人睡了 我心里隔应 我将在门口 有送酒水的英诗 直接推开门 猝不及防地 我暴露在里面几人的眼前 附胜的几个哥们儿 神色各异 附胜盯着我 面无表情 有人站起来打哈哈 嫂子什么时候来到啊 也不说一声 来来来 那边挪个位置 让嫂子坐过去 嫂子放心 今儿个晚上都是男的 诚哥身边连个母蚊子都没有 我仅仅攥着一百 一张嘴 声音都在发颤 附胜 我都听到了 附胜神色 没有半点被撞破的尴尬与慌乱 他掀起眼皮 头一次对我笑得凉薄 则 所以呢 我的眼泪一下子从眼眶里涌出 为我识人不清 为我自己 感到愤怒 委屈 难过 我走上前 对着那张脸 甩了一耳光 掌心震得发麻 其他几人连忙过来拦我 腹胜冷喝 都别动 他舌尖顶了顶腮 看我 解气了吗 看他这副样子 我拿起桌面上的酒 泼到他脸上 傅胜 你更让人隔应 我头也不回地跑出去 剩下里边的人面面相去 有人小声问 圣哥 要不要去追一下呀 嫂 他大半夜哭成那样跑出去 外边又下雨 怕是不安全 傅胜眼皮颤了颤 凉久 语气平静 不用管 跑出会所 我才想起雨伞忘在了包厢门口 但都无所谓了 我蹲在路边的公交站躲雨 暴雨轰鸣 盖住我无声无息的眼泪 直到一辆黑色麦巴赫 平稳地停在我面前 阴晕起白色的水雾 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男人凌厉的眉眼 上车 我吸了吸鼻子 转身往雨幕里走 身后响起车门开关的声音 下一瞬 我的身体腾空 被抱起塞进了车里 车锁落下 我避无可避 缩在角落 徐京城要给我开泪 我偏头躲开 眼眶红红的 带着倔强 他松了松领带 气笑了 林俊怡 在别的男人那儿受了委屈 转身冲我撒气 你挺有本事啊 我偏过头去 敏唇不渝 徐京城也没继续说话 直到车子停稳 司机才刚下去 我的唇瓣便被咬住 他的吻霸道又凶狠 像是要将人拆吞入腹 我的手搭在他的胸膛上 推举不动 声音软得不像话 徐 徐京城 不要你 他没什么感情地哼笑了一声 手掌顺着我的脊背 一寸寸向下 又不要我了 可上次 你分明主动得很 真是个渣女 我的眼眶阴出水色 熟悉的怀抱 把我拉回到那个晚上 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种了药 只以为是酒太烈 被人安排在酒店空房间时 我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 甚至连房内何时出现了一个男人都未发现 直到一只冰凉干燥的手 扶上我的额头 我如落水之人遇上浮沫 紧紧拉住了要撤离的手 像一根柔软的藤腕 攀附上参天大树 男人牵住我作乱的手 嗓音发哑 林俊怡 别招我 睁开眼看看 我是谁 我记得 我应该是清醒了一瞬 我哭着说要找傅盛 徐京城的脸立即黑沉四墨 可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浪潮在身体翻滚 我攥住他的衣服 徐京城 求你 男人眉眼微淑 不装不认识我了 他说的是半年前 我陪傅盛参加饭局碰到他那次 自高中他不辞而别后 那是第一次重逢 京市有头有脸的施家子弟都要恭敬礼让的大人物 却当着众人的面将目光毫不掩饰地落在我身上 而我只垂眸依偎在傅盛身旁 恍若不知 后来又碰到过几次 都未曾有过任何言语 谁能想到 重逢后这儿八经的第一句话 竟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求他 他把我放到浴缸里 谋涩沉沉 林俊怡 只要你说不 我就不碰你 可我早已神识不清 勾住他的脖子 拉进水里 水花似箭 已是已你 唇上墨地一腾 徐京城语气酸凉 这都能走神 林俊怡 你好样的 他宽大的西装罩住我 三两步把我抱下车 刚进大门 就被他抵在门后侵 墨地 他尝到失咸的液体 停下动作 徐京城正住 你就这样厌恶我 我偏过脸 用手背擦掉眼泪 今晚的一切 让我的语气 染上无助和哀求 徐京城 我求求你 六年前既然抛弃了我 那就不要再出现好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又要出现 脚乱我的生活 我何德何能 值得您这样的大人物 欲尊降贵 玩弄我两回 徐京城 自徐京城成为徐家掌权人 成为京市里 只手遮天的人物 何曾有人这样 忤逆他 怨对他 我想我大概是不要命了 他沉默地看着我 唇角绷得很紧 招式着不渝的情绪 半晌 他松开我 刚要开口说什么 电话铃声 打破僵持的空气 他接起来 拼筒里隐约传出女声 不知对面说了什么 他的眉头愈发紧促 挂断后 他看着我 眼底散开一片沉静 这几天我不会回来 你先好好住这里 其他事 等我回来再说 然后转身离开 我自然不会住他这里 只是这会儿时间太晚 我在沙发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洗漱完 预备离开 别墅里的庸人并未阻拦 还为我安排司机 送我去目的地 我同傅盛的分手 太过猝不及防 还有许多东西和证件 都留在他那里 便让司机送我到傅盛的住处 往常这个时间点 傅盛都在公司 可我的钥匙刚插进锁心 门疏地开了 傅盛沉着脸出现在门后 徐京城的车 你跟他在一起了 他问我 我绕开他 静止走向储物柜 没有应声 他扯住我的胳膊 怎么 攀上高枝连话都不会说了 我促眉想抽出胳膊 却被他死死握住 我们已经分手了 副总自重 他却栖身靠近 强硬地抱我 差不多得了 俊怡 该闹够了 你如今这样 还以为京市会有其他男人要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昨晚徐京城连夜飞去了M国 你大可不必 专程坐车雇人来气我 我愣了愣 早就听闻 京市大佬徐京城 有一心上人 在M国深造 所以 昨晚那通电话 便是那心上人打来的吧 傅盛看我未说话 神色却创然 他后知后觉自己话似乎说重了 缓了语气 俊怡 我知道你根本放不下我 毕竟我们两年的感情 做不得假 之前的事情 我们各退一步 把他翻篇了 还像以前在一起 如何 傅盛的话 再一次刷新了他的无耻程度 我奋力挣扎 恶狠狠瞪他 傅盛 下一刻 一股反胃的感觉 翻涌向上 我急忙捂住嘴 跑向卫生间 傅盛眉眼染上担忧 俊怡 你怎么了 我擦擦嘴角 看到你恶心罢了 他的脸黑沉下来 刚要开口 我没忍住 又开始想吐 待我再抬头 缓口气 傅盛冷不丁开口 你这个月的历价来了吗 拿到检查结果 我一时有些恍神 那时从酒店醒过来 身上的痕迹 和旁边的男人 昭示着一切都不是做梦 慌里慌张 没有做任何事后措施 再加上例价总不规律 却没想到 竟然怀孕了 傅盛把单子紧紧捏着 沉默地看了许久 片刻意味不明地说 你这肚子倒是争气 我不想与他多费口舌 转身走向挂号处 他拉住我 你做什么 挂号 打胎 不可以 他猴姐滚了下 孩子留下 我可以跟你一起养 他没再多说 把我带回到一处 安保性很强的宅子 他不允许我出门 我被变相囚禁起来 直到两周后的一场商业酒会 我被他当成女伴 强行带去 酒会上 傅盛迎着徐京城 冰冷四刀的目光 张扬地凑上去 诚哥在项目上的让步 我和俊怡都很感谢 徐京城从头到尾 只平静地看着我 声音很淡 这也是你的意思 我隐约猜到 傅盛大概是 又用我甚至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从徐京城那里得到了什么 可我并未应声 只要我一开口 就会想起徐京城六年前的不辞而别 会想起傅盛把我当成商品和战利品 还会想起那夜别墅里 徐京城接到女人电话就走的背影 我胆小 怯懦 缺爱 但是我依旧想要活得有自尊 而这些 都让我失去说话和辩解的欲望 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 如何趁着今晚逃跑 孩子我会打掉 然后离开京市 再也不想见到这两个人 傅盛被人叫走后 我立即出门冲进电梯 却撞进充满松木箱的怀抱 男人伸出手 按下电梯顶层套房的按钮 几倍微弯 将我的身体按向他 贴得严丝和缝 林俊怡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 电梯门打开 是可以俯瞰整个京市的总统套房 我被他抱着 放到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金贵的男人 单膝跪在我身前 眼睛平视我 一点点描摹着我的五官 半晌 他的视线落到我的小腹 抢我的钱 还要带着我的孩子 跟别人结婚 林俊怡 你怎么敢的 他的语气很平静 却像风雨遇来的海面下 蕴藏着的风暴漩涡 我不由向后色缩 徐京城 我没有 他很淡地勾了勾唇脚 稳在我额头 好 你没有 那接下来 我们谈谈 六年前 你抛弃我的事情 我惊得瞪大了一眼 我抛弃你 明明是你失约 不告而别 思绪被拉回到 那个阴雨连绵的小镇 我的父母在生了儿子后 把我留在小镇 同外婆相依为命 认识徐京城 是在我高二那年 他救了在巷子里 被霸凌的我 与浪漫的小说不同 从天而降的男主 不是白衣少年 而是染了一头 蓝毛的社会混子 徐京城把我 从地上拉起时 有一瞬惊讶 则 长这么好看 也会被人欺负 是啊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同样是漂亮的外形 男生总是受追捧 获得同性异性的 好感和认可 可女生却会受到 部分同性的针对 以及异性的骚扰 我性格内敛 不善交际 除了学习还看得过去 我的脸犹如锦衣夜行 怀避起罪 后来 徐京城又救了我两次 你真就蠢的 站着让人打 你还手啊 我试着还手了 但我打不过 徐京城无语 却从第二天开始 每天放学 默默跟在我身后 我的生活 因此平静了许久 直到某天放学 他没有等我 我却在放学 必经的石桥和摊下 发现了浑身是血的他 他救了我许多次 这次换我救他 后来熟悉后 我才得知他是从遥远的京市来的 他父亲以为是他开车撞伤了后妈生的儿子 直接将他从大学修学 扔到了这个偏远小镇 而他所幸自暴自弃 在这个小镇天天鬼混 不求上进 没人清楚 他这次重伤 是真的因为和其他混混 产生了口角所引发 还是远在京市的后妈 想要斩草除根 我只知道 我们两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在日渐相处中逐渐靠近 后来高三 我们约好 我好好考大学 他不再颓废 振作起来 如他教我的一般 被人欺负 就要打回去 他不应该困在这个小镇 他该报复回去 京市才是他大展拳脚的地方 那时 他直勾勾看着我 声音带着引诱的意味 可是我只听我女朋友的话 林俊怡 我面颊声腾起热意 不好意思看她的眼睛 小声说 高考完那天 你来接我 我送你一个女朋友 但他失约了 我在考场门口 等了很久很久 叽叽喳喳的人群里 交织着毕业生的欢呼 家长和老师的关心和慰问 我在喧闹的人潮里 沉默地望啊望 始终没看到 那抹张扬的蓝色 我从没去过 徐京城的住所 便跑到他 常出现的地方去找 直到遇到他的邻居 跟我说 就在前一天 来了一大群 衣着不凡的人 把他接走了 没有留下任何直言片语 在高考完的第二天 消失了十几年的父母 突然要把我接到省城去 我也离开了小镇 徐京城沉默了片刻 缓缓垂下头 我的错 你高考那天 我出了车祸 对 我的继母假好心说 要接我回去 去找人撞我 幸好我命大 只昏迷了两天就行了 等我打着石膏 找去你家时 你外婆说你被接走了 你知道的 外婆一向觉得我在带坏你 那天追出二李弟骂我 说我配不上你 徐京城再怎么轻颓 骨子里也是个骄傲的人 他迅速振作起来 回到京市 几年时间用雷霆手段 把那对母子赶出国 逼着他的父亲退居幕后 结果手底下传来消息 他心心念念的女孩 跟别人订婚了 他面上云淡风气 心里却咬牙切齿 恨不能立马把人抓来 揉进骨蟹里 生死不分 但他不敢 他怕吓到日思夜响的人 直到半年前的酒会 他名正言顺地出现 我争论了许久 眼眶染上热意 徐京城 原来 我所珍藏的那段时光 并不是笑话 我等的人 他也曾向我奔来 那些曾一度笼罩在 心里的委屈和自贬 一点一点散开 徐京城的指腹 抹开我眼尾的泪 把我抱在怀里 我听着他的心跳 手还住他的腰 他的呼吸陡然加重 炙热的气息 洒在我的耳畔 宝贝 我真的爱死你了 不要离开我 衣裙散落在地上 我仰在沙发靠背上 眼眸里晕着春水 咬唇低呼 徐 徐京城 这样不舒服 他低笑一声 把我的手放到他的发顶 乖 一会儿就舒服了 夜晚的惊事开始下雨 距大落地窗上 细细的雨幕 会成涓流蜿蜒躺下 在建筑的凹凸处 激起小水洼 灵活的小鱼 在水中搅动 激起阵阵涟 调皮的鱼儿 游动得愈发快 最终一跃而起 我抓着男人的头发 一出泪花 轻喘连连 徐京城抬起头 直勾勾看着我 舔了舔带着水色的唇 喜欢吗 专门为你学的 我瞬间红透了脸 结结巴巴嘴硬 一般般吧 谁知道你是不是身经百战 他的眸光变得危险 上次酒店 那是我的第一次 倒是你说来听听 怎么得出一般般的结论 他竟然是第一次 这让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正被他灼灼的目光 看得无处可逃 我的手机忽然响铃 傅盛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我刚要伸手去拿 徐京城直接将手机 泡进水杯里 我惊呼出声 你干嘛 他慢条斯理地解开衬衣 露出紧实的肌肉 皮笑肉不笑 当着我的面 想接野男人的电话 你说我要干嘛 谁想接呀 我是想拉黑他 酒会上 傅盛跟人在露台上 谈完合作 满会场都不找不到 林俊怡了 他的内心忽然不安起来 急忙打电话 电话能打通的那一瞬间 他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电话被挂掉 他在打过去时 已经变成了关机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这次他消失 他就要彻底失去他了 他满会场寻找他的身影 脑子里 却想起那次在酒吧 林俊怡颇 他九十的倔强模样 傅盛知道 他其实并不是真的 想跟他断了 只是关系好的几个哥们 都知道他的未婚妻 跟徐京城睡了 他面子上过不去 话赶话到那儿了 他只能说 要跟他断掉 他觉得 林俊怡应该理解他才对 他又不是不能 私下养着他 除了不会 把他带出去见人 其他所有的一切 他都能满足他 他怎么就不明白 转念一想 林俊怡 毕竟只是小镇出来的女孩 见识浅薄也正常 他想着 等他回来找他 他在耐心 跟他说清原委 虽然把他送到 徐京城的床上 有点过分 但是他靠这件事 让徐京城 把一个二十亿的项目 让给了他 这并不吃亏 他耍点小心思 还不是为了 能在傅家的企业 有一席之地 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吗 可他没想到 林俊怡竟然怀孕了 算算时间 就是那一晚 他的心情很复杂 为防止林俊怡打胎 他把他锁在家里 然后用这个孩子 让徐京城又在项目上 让出五个点的利润 谁能想到 徐京城签合同时 从头到尾却只问了 林俊怡和他在一起 过得开不开心 那时候 他的内心生出隐秘的快感 连他父亲见了 都要离让三分的男人 为了一个女人 向自己低头 他的自尊心 也愈发膨胀 甚至故意带着林俊怡 在徐京城的面前炫耀 多有意思 这样的男人 竟然会爱而不得 而这爱人不得 却是自己的未婚妻 他只是单纯 想满足一下 男人的自尊心 他觉得 自己是爱林俊怡的 可是现在 林俊怡消失了 他无法接受 徐醋坛子发酵了一夜 第二日 满地狼藉 我红着脸不忍直视 徐京城却面色如常 拿过助理新送来的衣服 亲自给我穿上 又把我抱到餐桌上 吃早餐 亲密熟人的模样 好像我们是相爱多年的夫妻 为了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他甚至把老宅的厨子 和阿姨调过来 还在我的房间里 开辟一小块地方 给他用作办公区 几乎没日没夜 跟我腻在一起 这样甜蜜又温馨的日子 让我产生一种 似乎能一辈子 这样过下去的想法 直到某天夜里 我睡得迷迷糊糊 听到他在门外接电话 我走过去 只听到电话里是个女生 徐京城没什么表情 却挂了电话后直接赶去机场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 只说要我好好养胎 我询问管家和他的助理 却都说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多了的 也只说要我安心在家之类的话 想到之前他也曾被这女人的电话叫走 我心中变酸涩 可又会想 六年前的不辞而别是误会 那这次呢 在他离开的第三天 我思来想去 给徐京城打过去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徐京 喂 他现在在忙 你有什么事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嗓子像被棉花堵上 尖色开口 你是谁 我 他还没说完 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男生 再叫他过去 很淡漠的语气里 带着熟人 电话被挂断 我知道我应该等他回来亲自问他 可曾经被抛弃 被背叛所留下的惶恐和不安 像阴暗的苔藓 爬满内心每个角落 让人忍不住胡思乱想 思虑太多 我便没什么胃口 天气好的时候 便缩在花园的摇椅上 闭目小气 那天就是那么巧 从老宅调过来的庸人 不知道我在花园 边坐活边闲谈 我原本无意偷听 正要起身离开 却听到婚礼 孩子这样的字眼 听沈朱里说 婚礼在秘密筹备呢 秘密筹备 不让那位知道 不是不让 是没必要 都要有新的女主人了 让她知道做什么 那那个孩子 处境可就不好了 这哪需要咱操心 按徐先生的脾气 留不留下 他都不一定 他们又说了些其他话题 走到别处去了 我静静地坐了许久 而后在手机上 预约了医院 我没有故意不去求证 是否偏听偏信 是否被人言误导 我只是忽然想明白了 我挺傻的 徐京城这样的人 爱人和婚姻 都是要门当户对的 出身平凡的小镇女孩 注定不是她的良配 也不该拖累她 手机关机 我捏着单子 等待医生安排手术室 手下意识放在小腹上 还不慎显怀的小生命 静静等候着她命运的归途 楼层忽然出现骚动 数名黑衣墨镜的人 在人群中 开辟出一条小道 我寻声望去 本该在国外的徐京城 身着黑色风衣 面带眷容 风尘仆仆地走来 她二话不说 直接将我打横抱起 我刚要挣扎 她冰冷地眼刀投向我 我一时不敢动作 一到家 她把我扔到二楼 不许任何人靠近 我被压在床上 看她气得眼眶通红 却忍着不说一句重话 我小幅度动了动手腕 道 徐京城 你弄疼我了 她压抑着怒意 却稍微松了点力 你还知道疼 那你知道我在M国 听到你偷偷跑医院 打掉孩子 我心里有多疼吗 林俊怡 谁给你的胆 敢打掉我们的孩子 我抿了抿唇 垂眼不看她 徐京城 我们不合适 她咬牙切齿地笑了 你把我第一次拿了 还怀了我们的孩子 现在你说不合适 你的妻子 不该是我这样的人 我的妻子 该是什么样的人 我清楚得很 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我家 她不耐烦地腾出一只手 两指捏住我的两颊 我的嘴被迫嘟起来 话都说不清 她的眼睛直直看着我 专注得好像 我是她的全世界 她说 林俊怡 你听好了 如果我连自己喜欢的人 都无法追求 无法保护 我的事业 竟然需要靠女人助力 才能活下去 那我徐京城 真是白活了 没有什么门 不当户不对 在京市 在徐家 我说你配 就没人敢说你不配 我因为她的话 心中悸动 这是我人生二十多年中 为数不多 被人坚定的选择 而这些被坚定的瞬间里 都只有一个人 是徐京城 我不知道 这些承诺的有效期 有多久 但是这一刻的感动 是真实的 她的爱也是真实的 我张嘴 想给予她 这些话的反馈 她却直接亲上 我肚脐的嘴唇 把所有话语 都碾碎在唇齿间 行了 你别说话了 我怕听到不想听的 被你气死 过了许久 我气喘吁吁 才别扭地问出 之前庸人闲聊的话 虽然我猜 事情并不是 我想象的那样 但我想听 徐京城亲口解释 徐京城 这是方知 也许比起 默不作声地 把所有事情 所有危险 都悄悄解决 让我一无所知 擅自认为 这样做 能让我更安全 更开心 或许把面临的困难 和危险告诉我 更能让我有安全感 爱是相互的 平等的 尊重的 她应该相信 她所爱的人 拥有与她 同甘共苦的能力 徐京城 亲了亲我的脸颊 才有些不自在地说 我之前以为 你还爱着死父圣 不想跟我结婚 所以我让助理 先秘密地 把婚礼相关事宜 都安排好 等我彻底俘获你的心 就能立马结婚 一秒不耽搁 那接你电话的女人是谁 我又问 是我继母 这几年 我把控徐家 我爸一直暗中 想搞掉我 那个女人 有很多我爸的把柄 但哪怕 都被我赶去国外了 也不告诉我 给我打电话 只是因为 她的儿子得病病死 愿意拿那些把柄 换我给她儿子救命 那你拿到了吗 她面露苦涩 唉声叹气 原本就快拿到了 结果得到消息 你要去医院 抛弃我和孩子 我就回来了 我瞬间懊恼内疚 啊 那怎么办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她脸上荡漾起危险的笑意 握住我的手 放到衣服里 那宝贝可要帮我大忙了 再次见到傅盛 是在一年后的婚礼上 我在化妆室化妆 化妆师出去取东西时 傅盛出现了 她眼底满是痛涩 和难以置信 俊怡 你是在气我当初 把你送到徐京城床上是不是 明明当初我们那么相爱 你怎么会嫁给别人 相爱吗 我抿了抿唇 轻轻一笑 我当初会跟你在一起 原因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高考完我被父母接走后 如预料中一样 他们的儿子在省城里惹了祸事 听说合作方的老头新寡 想把我送去给人家做少妻 在会所里 正巧碰到傅盛来这边谈生意 就下被强拉进去的我 幸好我报了京市的大学 惊慌逃离 再也没见过父母 而傅盛 我一直把他当救命恩人 和大哥哥 直到我大三 他说需要一个女朋友 应付生意伙伴 我想着他救过我 才答应与他做男女朋友 后来又在他的措辞之下定了婚 但似乎 他只比我的父母好一点 我依旧成了 他用来争名夺利的工具 父圣垂着头 脸色苍白 我承认我做了错事 但是我愿意为你改 况且 我也是为了以后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摇头 没有跟他争辩 毕竟人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自私的人永远不会被三言两语改变 我只是站起身 把门打开 平静到 我很爱我的丈夫 所以请你出去 我怕我的丈夫误会 他会吃醋 父圣似乎真的一副很爱我的样子 眼角落下泪来 沉默了半上 才失魂落魄地离开 看他背影消失 我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别躲了 我都看到你的影子了 徐京城轻咳一声 嘴角微微勾起 我可没有故意偷听 是房门没关紧 我走过去 点起脚亲了亲他的唇 还吃醋吗 他唇角的笑意更大了 却故意挪着嘴 还有一点点 我又亲了一下 在他耳边轻轻说 其余的 晚上不给你 晚上 我被徐京城放到床上 地上散着他 一件一件给我脱掉的衣服 他满脸兴奋 一点一点着我的唇 老婆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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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晚上不及我的呢 我羞红着脸 正要动作 卧室门被敲响 门外传来保姆 小心翼翼的声音 先生 夫人 宝宝一直在哭 喂奶也不行 徐京城还等着我动作 我却推开他 捡起睡袍 焦急地往外走 宝宝哭了 我要去看看 徐京城无奈地 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你休息着 我去哄 然后 我就听到婴儿房里 徐京城无奈 又恶狠狠地声音 徐翼 你已经是三个月大的人了 要学会自己吃奶睡觉 明白了吗 男子和大丈夫 哭着找爸爸妈妈 是懦弱的行为 你喜欢妈妈 巧了 我也喜欢你妈妈 但你要失望了 你只能跟我一起睡 不能打扰妈妈 我不由得失笑 走进去同他一起 把宝宝红睡 然后抱住他 在他耳边轻声道 老公 冻房花竹叶吗 他眸色瞬间幽暗 一夜无眠 故事二 我现在在公司里 最怕看见的人 是许维乐 因为 我做了好几次 有关他的 令人害羞的梦 每次只要见到他真人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 浮想联翩 这是说来也怪 从我对异性 感到好奇开始 只要喜欢谁 就会开始 做有关那个人的梦 别的少女 可能都是梦见 男生在弹钢琴 打篮球 或者陪在自己身边 等一场流星雨 而我 却永远是梦见 好看的男生 和自己搂搂抱抱 轻轻摸摸 许维乐是公司 新来的设计师 英国海归 上海有房 年轻有为 相貌堂堂 人事部海伦是八卦小天后 公司注入的新血液 他都会把血液成分 了解得清清楚楚 在口洞传播 公司气氛如此鲜活动人 99%是他的功劳 因为上海有房这一点 许维乐成了公司单身女青年中的香伯伯 一时间就连财务部的妹妹都突然对设计感兴趣 跑去问她财务报表可以怎么做得漂亮 许维乐一本正经 十分诚恳地回答道 财务报表还是作假 才会比较漂亮 逗得财务妹妹一阵 哈哈 说她太幽默了 花痴使人神经 是真的 我的工作是文案 因此在很多事情上 需要跟许维乐打交道 那天 许维乐在公司内部的沟通软件上私信我 让我到她工位上去 说有工作需要沟通 你直接打字跟我讲不可以吗 我有点怕看见她 是你上午发我的文字我排起板来 觉得不是太顺 想跟你商量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改 她耐心解释 我一时没想好怎么回 几分钟过去 许维乐又发了几句过来 如果打字跟你讲 还要不断给你截图我调整的版式 来来回回的 会打扰到你的工作 所以还是麻烦你直接过来一趟吧 来来回回的 天 我好想跟你来来回回的呀 哎呀 光天化日之下 脑袋里突然开始冒出带颜色的东西 我在工位上晃晃脑袋 最后不是很情愿地走向许维乐的位置 其实是几处很简单的改动 许维乐精益求精 想控制每句话的长度 让画面整体更和谐好看 于是我很配合地进行了一些词语长短更换 换作别的设计师可能也就自作主张了 好教养的许维乐很坚持每一个文字 甚至是标点符号的改动 都需要经过文案本人的同意 这样改完会好看一些 你觉得呢 许维乐退到左边一点 让出位置 好让我更近地看清他电脑屏幕上的图 我往前凑了凑 突然闻到许维乐身上很淡的果香味 又有点像木头香 说不上来的好闻 心念一动 我飞快地侧过头看了他一眼 可真好看 许维乐的脸有点阴气 脸部线条比较锋利 可眼睛很大 又减轻了面部的凌厉感 尤其笑起来时 眼睛弯弯 倒显得有点软弱天真 此刻 他正带着一点点得意 微微笑地看着电脑 我觉得你应该很好吃 啊 财务部妹妹只是花痴 而自己却是个女色魔 我赶紧站直了身体 严肃忏悔了几秒钟 我觉得挺好的 那既然改完了 我就回去了 这样的美男子 还是少看美妙 等一下 许维乐出声叫住了我 美男子好看的眉头 纠结地皱在了一起 似乎有些为难 我是不是之前有哪里做得不好 让你不舒服了 我总觉得 你好像不是很愿意跟我接触 不舒服 怎么会 你让我很舒服啊 救命 我在想什么 赶紧摇了摇头 把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晃出去 上次开会 老大让你会后 给我介绍一下公司的以往案例 但是你一散会就直接走了 之后就给我发了个PPT 还有一次 我要去茶水间泡咖啡 你似乎是看到我立马就走了 水都没打完 许维乐断断续续地补充道 没有没有 你绝对没有哪里做得不好 是我这个人吧 我 我比较怕生 慢热 我只好随便地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这样啊 许维乐的眉头 终于舒展得开来 那我晚上请你吃个饭吧 熟悉一下 我其实很好相处的 啊 这样好吗 进展是不是太快了 你有时间吗 文案跟设计可是好搭档啊 以后还有很多要沟通的呢 许维 乐十分真诚 我感到难以拒绝 受到蛊惑般的点头 晚上约在公司附近的一家 简视西餐吧 味道还可以 但还是坐在对面的许维乐 更可口 我总忍不住多看他 又觉得太明显 于是低下头去 可没过一会 又贼心不死 开始新一轮目光轰炸 尤其喜欢盯着他 正在吞咽上下鼓动的吼杰 看得自己很是口渴 你的名字好特别呀 果这个姓氏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许维乐大概是察觉到 我过于频繁的目光 率先挑了个话头 嗯 的确不是常见性 但其实我老家姓果的还挺多的 我解释到 那果真这个名字 也是足够有趣了 许维乐继续捧场 没有啦 完全是我爸爸偷懒 生我之前他想着 应该会是女儿 生出来一看 果真是个女儿 那就叫果真吧 许维乐听完 哈哈大笑 还有我弟弟 生出来之前我爸想 这次应该是男孩了 生出来一看 果然是个儿子 那就叫果然吧 哈哈 你们家人也太逗了 学了笑得停不下来 从小到大 我最能引起人关注的 也就是这个名字了 给很多同学 朋友讲过这段 大家听完都会笑 效果很好 但次数多了 我自己是笑不出来了 毕竟又不是要活成个相声 让别人笑有什么意义呢 吃完饭 许维乐提出要送我回家 没必要没必要 我从这座地铁回去很方便 你送我又不顺路 我下意识拒绝 你怎么知道我不顺路 托海伦的福 全公司都知道你家在哪 但出卖海伦 总归不是太好 我猜的嘛 我住的比较偏 一般人都不顺路 顺不顺路都让我送吧 这是应该的 估计许维乐 英国留学带回来的特产 是绅士风范 他非常坚持 许维乐也没车 说是送 其实是陪着坐地铁 已经快九点了 送完我再回自己住处 会担得到很晚 我自己坐地铁很安全啊 每天都是这样的 你不用担心什么 赶紧回去吧 我有点不舍得这么折腾他 许维乐沉默着与我僵持 过了一会 突然对我说 不送也行 那你能跟我说句真话吗 他试试停顿了一下 换上有点狡黠的目光 你并没有那么怕生吧 我当然没有觉得自己是万人迷 但一直与人为善 像你这样 还没怎么认识 就要躲着我的 我真的很好奇 原因是什么 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这个时候如果改口说 那你还是送我吧 显得太欲盖迷彰 好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理由 虽然我总是做 关于你的令人害羞的梦 这样的回答 确实挺见不得人的 所以自然也是 不能唐突地直接说真话 那 要说什么好呢 许维乐好像通过晚上的饭局 变得放松了下来 一脸玩味地等着我开口 我看见长得好看的人就犯毛病 你们长相优势太逼人 我憋了半天 最后只好硬着头皮 加醉于许维乐的长相 许维乐脸上笑开了 洁白的牙齿露出来 像毫无城府的大男孩 感觉依然是假话 但你这么奉承我 我是不该再继续问了 许维乐一边笑 一边跟我一起进地铁 没再提要送我的事 没说假话 你真的很好看 分胎前 我小声说道 随后赶紧上了车 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第二天 我们又见到了 这很正常 在同一家公司 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但我还是觉得不自然 许维乐就像一团高热量的火 在方圆五米内 都能烧红我的脸 我并不想要这种 动不动就脸红的被动技能啊 中午 我准备跟公司里 一直以来的两个饭搭子 去吃午饭 还没走出公司门 就碰见了许维乐 他用他那好看的脸 跟我打招呼 去吃饭吗 可不可以带我一个 刚来附近 我还不知道 有什么好吃的 我还没说什么呢 旁边两个 马上变身欢快的小黄雀 叽叽喳喳 好啊 你跟我们去一定没错 这附近好吃的小店 我们熟得很 你想吃哪里的地方菜 吃面还是米饭 能吃辣吗 许维乐大概习惯了来自异性的热情 脾气很好的一一作答 最后我们四个一起去了家 港市茶餐厅 虽然不是第一次跟他吃饭了 更不是单独吃 但我还是没有来得紧张 吃得心不在焉 一不小心 汤泡饭的汤汁 就流到了嘴角 我张望桌面 想看有没有纸巾 谁知许维乐 马上将纸巾递到了我嘴边 还十分温柔地附赠了一句 你慢点吃呀 我僵住了 一动不动 随后我又看见两只小黄雀 迅速地交换眼神 顿时更紧张了 果然 下午公司已经开始在传绯闻 我总感觉 好像一些不太熟的女同事 路过我的工位 会特意多看两眼 但那些眼神中除了八卦 似乎还有些不怀好意的嘲弄 莫名地让人觉得不舒服 海伦是第一个跑来问的 眉飞色舞的样子 非常像一个专业余迹 他们说 许维乐对你有意思 你觉得可能吗 拜托 你看看我 你觉得这真的有可能吗 我换上一个很头大的表情 装着苦恼的样子 海伦从上到下扫了我两眼 最后心满意足地得出结论 是不可能 海伦走了之后 莫名其妙短暂停留在我工位附近的女生都不见了 也再没有新的人过来 本来应该开心结束了这种不自在的审视 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有点疲倦 我捂住眼睛轻微叹了生气 嘴上是认真的觉得不可能 但为什么内心深处好像有个很小的角落正在发出很小的声音 为什么不可能 真的没可能吗 为什么不能有可能 周五的时候 部门老大在例会结束时提议周末去滨海公园团建 大家都欢呼趣乐地表示同意 我 我除了点头 还能说啥呢 滨海公园是六狗胜地 说是团建 其实是集体六狗 在许维乐加入之前 部门总共五个人 除了我其他人都养了狗 所以吗 这种团建纯粹是为狗找完伴 没人什么事 我一直都不太想去 但又不想被说不合群 可是这周末 倒是有了一些不一样 因为许维乐也没养狗 其他四个在草坪上被狗溜着玩 许维乐就和我一起在野餐步上坐着 风一阵阵吹 午后阳光慵懒地晒着 我突然脸一红地意识到 这也太像约会了吧 很热吗 许维乐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没有啊 我摇头 那你怎么脸很红 哦 那是有点热啊 这该死的被动技能 你喜欢芒果 喜欢 最喜欢芒果 可惜了 我最讨厌芒果 我刚想拿起果汁再喝一口 顿时停了下来 有些慌张地看着许维乐 不知该不该继续喝 哈哈 没事 你喝吧 我逗你玩的 没有讨厌芒果 只是对芒果过敏 我不能吃 吃了会怎么样 浑身发红 很痒 很小的时候吃过一次 后来再没吃过了 我想了想 还是放下了手里的芒果汁 没再喝了 过了一小会 我又突然问道 如果跟你接吻的人 刚刚吃过芒果 也会让你过敏吗 许维乐听完一阵 哈哈大笑 他说 果真你真的很逗啊 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真的逗吗 我怎么好像觉得自己做了件蠢事 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许维乐突然抬起屁股 往我这边移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要试一试才能知道 说完 他似乎还意犹所指的 看了眼我面前的芒果汁 一瞬间 我有种被通上了电的感觉 整个人紧张起来 小腿肚微微发抖 总不可能是要跟我试试的意思吧 可他都这样说了 为什么不可能 我一通胡思乱想 不敢接他的话 许维乐倒也不在意 很自然地继续说道 这个问题很有趣 以后一定找机会试试 你现在没机会是吗 许维乐离我很近 眼神里有些调笑的意味 怎么 再打探我是不是单身啊 可不敢可不敢 我迅速摇头 然后又低下头去 不再看他 我发现 我一开始对你是误会了 许维乐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两条长腿往前伸 手掌在身后撑着 我之前以为我不小心得罪你了 让你对我有敌意 但我最近两天开始明白过来了 你那是紧张 我很想问你 你在紧张什么 这个人未免太直接了 我感觉全身都麻掉了 但脑袋很热 好像全身的血液都流向了那里 我紧张是因为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长得好看的人那么多 也不见你对他们都这样 我们老大就很帅 结果你还常常跟他正面刚 许维乐盯着我 好像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撒谎了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深吸一口气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你的这种紧张 我以为是因为一种我们都心智动明的原因 许维乐张了张嘴 随后又看了看我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口 他往后一躺 整个人很没形象的变成一个大字形 那天天很蓝 威风和煦 无论怎么看 都很像一场无人知晓的约会 立下的那一天 部门接到了一个大案子 老大很兴奋 说弄完这个项目 季度奖金每人翻翻 大家都很高兴 大概只有我感到头疼 因为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加班 每晚都会错过末班地铁 打车费是可以报销 但我晕车的毛病没法治 上次这样连周加班 我在深夜路边吐过三回 许维乐是设计 加班更狠 我跟他时不时就会碰到 一起在深夜走出公司 这个夜晚 许维乐和我一起在路边等出租车时 突然拿出了一盒为C泡腾片 最近加班很累吧 我常看你脸色很差 也不知道吃什么有用 就买了盒为C泡腾片给你 这个我经常喝 味道像橙汁 你应该会喜欢的 许维乐把东西递给我 我伸手接过 感到受宠若惊 虽然是泡腾片 但是我发现 直接放进嘴里吃会更好玩 像跳跳糖一样 会有东西在你嘴里迅速爆炸 你要不要现在就试试看 许维乐嘉宜晚上的班精神还很好 安利的样子十分兴奋 但是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许维乐看我不说话 继续问道 不是 我晕车很厉害 我怕吃了带甜味的东西 会晕得更厉害 我一回家就是 我解释道 许维乐皱了下眉 那你每晚坐出租车回家 岂不是都很辛苦 还好 有时候睡过去了 就没感觉了 正说着话 车子来了 我坐上去和许维乐挥手道别 几分钟过去 我却又在车上接到许维乐的电话 感到疑惑 怎么了 有东西落我这了 没有 那打给我有什么事啊 没事 我迟钝了两拍 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电话里安静了一小会 过后许维乐突然问道 果真 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为什么 喜欢的人不出现 出现的人不喜欢 我脑海里 时时划过一句歌词 许维乐笑了 那你不怕自己一辈子孤单啊 自己一个人不会孤单 因为怕孤单 就跟别人在一起 才比较孤单吧 你真是个哲学家 许维乐夸赞道 你别嘲讽我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许维乐又换了话题 平庸 首先 你不平庸 然后 为什么平庸是优点 首先 我的确平庸 然后 我觉得平庸没什么不好 不被关注 不会被别人期待 你害怕别人对你产生期待 许维乐今晚问题格外多 从小 我弟弟就比我优秀 家里人很快就接受 我比他更平庸的事实 我可以只考普通大学 他必须要上985 所有人都说他聪明 他就不可以再蠢了 他负责承担期待 我就只需要快乐就好 许维乐沉默了几秒 然后说道 很有道理 你的人生理念跟我很搭呀 我也是只要快乐就好 是吗 可是你应该也像我弟弟一样 从小就被夸聪明 很多事不费力 就可以做好 你家里不会对你要求很高吗 你读一遍我的名字 我于是念了一遍 维乐就是只需要快乐的意思 早在一开始 我爸妈对我就只有这个要求 许维乐的声音听上去很轻快 真好 我由衷地说道 你弟弟不开心吗 他可能听出我语调不高 犹豫着问道 他喜欢动漫 爸妈从小不准他看 大学选专业 说什么也不让他报考动漫 强行给他填 了金融 他在家里很少说话了 许维乐听完卡壳了 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又换回到上一个话题 但我还是不觉得你平庸 我喜欢你写的文字 可以打动我 而且你很有趣呀 又很坦诚 一点也不平庸 我又很没出息的脸红了 谢谢 跟我聊天难受吗 啊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难受 你不是会晕车吗 我问你 跟我聊天的话 还会难受吗 原来是为了这个 才打的这通电话 还聊了这么久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 在陌生的出租车上睡着了 会不安全 所以觉得 还是打给你比较好 许维乐继续说道 谢谢 我成了个复读机 不用客气了 既然你跟我打电话都不会晕车了 那我之后每天都给你打吧 砰砰 砰砰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忽然之间呼吸紧促 到达目的地后 走进小区 还有一小段距离 才到我住的那一栋 月光亮亮的 仿佛照亮了我的心事 我握着手机 走在路上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在到家之前问了出来 为什么 要给我打呀 因为一些我们都心知肚明的原因 许维乐又将这句话还给了我 半个月之后 项目结束了 老大组织庆功宴 先吃饭 再唱K 灯光暧昧的 KTV包间里 两个卖爸在唱歌 其他人喝酒玩游戏 许维乐喝得很嗨 突然被卖爸Q了 话筒接到手里的瞬间 他喝得脸红红的 突然看向我 那果真你跟我一起合唱吧 其他人很适时地 发出暧昧的起哄声 另一个话筒 很快递到了我面前 我只好接下 在咕咚咕咚 灌了一大杯啤酒 然后才站起来 走到许维乐身边 唱什么呢 许维乐一边选歌 一边看了下我 随便吧 我反正都唱得很难听 为什么需要喝酒壮胆 因为我是阴痴 根本找不着调啊 那就唱周杰伦的吧 应该都会 就这个好了 许维乐不知道有没有醉 但脸是红的 人很兴奋 选完歌之后 他轻轻推着我 一起站到了 房间中央的大屏幕前 又是一阵起哄声 老大率先八卦 唱告白气球 是要告白吗 哈哈哈哈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 烟花绽放 噼里啪啦 还好前奏响起 许维乐开始唱歌 没有人回答刚刚的问题 秉持着一人一段的 PTV合唱原则 许维乐唱完一段后 眼神示意我继续唱 然后场面就比较好笑了 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 但阴痴的痛苦谁懂 我明明很认真在找调 但还是把歌唱得 完全让人想不起原唱 估计周杰伦听了想打人 后排的同事笑得东倒西歪 我本来是不在意的 以前也跟大家一起唱过歌 彼此间很熟了 不怕出丑 还会越唱越嗨 破罐子破摔 很放得开 但这次旁边站着许维乐 我突然感觉像是被定住了 动也没法动 只想原地消失 许维乐没等我唱到第三句 就和我一起唱起来 我赶紧闭嘴了 但是许维乐又示意我继续唱下去 原来他是想帮我 跟我合唱 我尝试稳了点 尽量找调 许维乐唱得比较大声 也还算勉强和谐地 盖过了我的破坏 到了歌曲的高潮部分 自我感觉好像唱得 也有点对位了 两个人的合唱好像 还有点甜 我盯着大屏幕 不怎么敢看他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 许维乐一边唱 一边转过头来看着我 可能是真的醉了吧 他的眼里像是含了一汪水 我招架不住 心脏跳得像是随时要冲出胸膛 那天晚上 我又梦见许维乐了 这次不是春梦 许维乐好好地穿着衣服 没有亲我 没有摸我 也没有跟我在床上待着 我们走在大街上 牵着手散步 许维乐手里拿着冰淇淋 准备喂我 路边有狗经过 我们一起蹲下去摸狗 有说有笑 是约会 啊 我终于梦到自己 跟许维乐约会了 醒来的时候我还在笑 刷牙的时候也在笑 拿着早餐走到公司门口了 都还在笑 这没法让人不笑 可是头一回梦见跟人约会呀 还是跟许维乐 约会可比 上床好太多了 当时我不知道 公司里还有份大的惊喜 在等着我 昨天我和许维乐 一起唱歌的画面 被在场同事拍成小视频 现在公司大部分人都看过了 结果就是 每个路过我的女生 都暧昧地朝着我笑 还有几个跟我打个招呼 果真 没想到啊 你这么厉害 我以后可要来向你取经了 厌福不浅哦 我勉强扯出 笑来应付这些人 但实际上 我觉得这每句话都很难听 好像是我捡了按道理讲 根本捡不到的便宜 好像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 是我彻彻底底赚到了 我那天一直在等海伦过来八卦 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我不需要这样 好似高攀的绯闻 但这次 海伦竟然跑去问了许维乐 没想到你唱歌那么好听哦 为什么唱了告白气球啊 你不会真的是 要跟果真告白吧 不可能吧 海伦一如既往的梅飞色舞 许维乐回答他 为什么不可能 一瞬间 公司仿佛响起了许多心碎声 七零八落 我知道这件事后也觉得 很不可思议 许维乐真的那么说了 我也能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觉得心碎 不光是因为许维乐是个九十分的人 风度翩翩 彬彬有礼 年纪轻轻 又上海有房 更因为 大家觉得我大概是个七十分的人吧 我这么普通 相貌 背景 引人注目的程度 都只是一般般 虽然不想承认 但若是确有此事 好像真是我赚到了 我突然自己也不是很理解了 许维乐是认真的吗 她怎么会看上我 但我暂时也不想理解了 平凡普通的女生 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灰姑娘的时刻呢 此刻 我只想感受这种突如其来 也可能随时消失的幸福感 不管是真的心智肚明 还是这一切都是美丽的误会 我只拥有这一天 都觉得满足了 6月1日 儿童节 同时也是我的生日 许维乐约我吃饭 在一家装潢 非常高雅古典的西班牙餐厅 这也太让你破费了吧 我看着眼前这盘一丁点 大售价1188人民币的 澳大利亚战斧牛排 在思考我 有没有这块肉贵 不会 我还怕不够 这毕竟是你的生日 够了够了 完全够了 我觉得我都还没这块肉之前 我诚惶诚恐 哈哈 怎么会 你也是可爱 我小脸又一红 说不出话来 低头吃肉 好吃吗 许维乐微微低头 看上去有点紧张 好吃 感觉在吃人民币 不夸张地说 我起码每口都咀嚼了三十次 这辈子没吃过这么贵的东西 生怕什么都还没尝出来 就吞进去了 许维乐听得哈哈笑 吃过饭后 许维乐有点神秘地说 要带我去个地方 要去花钱吗 请求终止行动 这花钱的阵仗 着实让我有点销售不起 许维乐笑得眼睛眯起来 不花钱 你跟我来 然后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废弃的游乐园 在城市的西北边 这里发展较缓 所以还没被全部拆掉 园子很小 只有旋转木马 海盗船 幻想飞车 等少数几个游乐设施 如今也以秀迹斑斑 暗淡无光 我第一次去游乐园玩 就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我应该才五岁 还没上小学 我记得我玩得很开心 之前还有不少别的项目 可能都被拆掉了 许维乐走进园内 靠在旋转木马旁 怎么会想起 带我来这里呀 我好奇地走走看看 最后上一架 还没怎么生锈的马车上 坐着听他说话 有两个原因 一个长版 一个短版 你想先听哪个 嗯 先听短的吧 因为这里不花钱 长版的原因是 我想告诉你 我们是一样的 都很普通 我家在我小时候并没有钱 像这样的游乐园 只有生日才可以来一次 每次来还买不起通票 只能玩一个项目 我那时候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把游乐园里的 所有项目都玩个遍 后来爸妈做生意 挣了钱 我们过得好了 初中的时候 我成了班里 第一个去迪士尼玩的人 可我没有觉得 有钱改变了我 我还是那个我 我离你 我离你 并没有你想 得那么远 还真是挺长的原因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好吗 许为乐走向我的马车 靠着树干 温柔地看着我 为什么 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你 我觉得你很有趣啊 我每次跟你聊天 都笑得好开心 你没发现吗 你翻翻微信 聊天记录 搜 哈哈 肯定是我发给你的最多 我心里像飘下了羽毛 被挠得又痒又酥 别人都觉得 我个方面很普通 你条件这么好 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 别人是谁 我又不要跟别人过日子 在我心里 我们就是门当户对 势均力敌的 我是设计 你是文案 听起来就很般配 我负责好看 你负责有趣 这还不登对吗 许为乐一脸认真 停顿了会 又问道 既然你问了 我也想问 对你来说 又为什么是我 我想了想 你是那种 本身就可以很轻易 让女生产生想象的人 然后接触下来 会发现 你只会比我想象的 还要更好 许为乐满足地笑了 伸出手 捏了下我的脸 脸上传来 真实的触感 但我依旧觉得 这一切非常不真实 我说道 虽然你觉得我们差不多 还说自己也很普通 但在我心里 这真的太像童话了 而我 我好像过了 相信童话的年纪了 你真是 你好意思啊你 一个生在儿童节的人 居然说自己 不相信童话了 许为乐有点 气呼呼地说道 我小时候 我妈给我读 睡前童话 我就说 这些是小女孩看的 我们男子汉才不看这个 你知道 我妈怎么说吗 她说 男孩子才更要看 才能给小女孩 带去童话 你现在就是那个小女孩 如果你觉得 这是童话 那就是 我就想给你在 平淡生活里 创造出童话 我们的结局就是 幸福快乐地 生活在一起 许为乐 笔直地站着 真的像个王子 我感到眼眶发热 彻底说不出话来 现在你闭上眼睛 我要送你生日礼物了 我乖乖闭上 一秒钟不到又睁开了 你该不会是让这个旋转木马 动起来吧 那也真的太童话了 许为乐有点窘 啊 猜错了 不好意思啊 我对你们有钱人的想象 过于浮夸了 我们家也没有那么有钱了 没有通天的本事 让废弃的木马 还能转起来 你快重新闭上眼睛 说完 许为乐用有点宠溺的表情 摸了下我的头 等到我在睁开眼的时候 眼前就多了一条项链 是一杯 小饮料 我专门找英国学 珠宝设计的同学定做的 好可爱啊 你喜不喜欢 许为乐说着 准备给我戴上 可爱是可爱 但为什么是 杯小饮料的样子 哎呀 是小果汁啦 你是我的那杯果汁呀 许为乐戴完项链 突然凑过来 在我的左脸上亲了一口 原来 很早之前 许为乐就把我的微信备注 改成了果汁 他觉得这个备注异常可爱 非常适合我 他还说 更重要的是 只有我才能喝这杯果汁 后继 在一起很久之后 我们同居了 某个周日下午 我们一起大扫除 我在扫地 许为乐在擦窗户 突然许为乐在窗边看见 楼下站着很年轻的一男一女 男生不知道说了什么 女生很快红着脸跑了 这画面 让许为乐陷入了沉思 你以前刚认识我的时候 到底是为什么总脸红 还一直逼着我呀 许为乐转头问我 这么久了 居然还记得 我记得当时你说因为我 长得好看 这也太不可信了吧 我也没那么好看吧 我头埋得低低的 几经纠结 最后终于说了实话 因为那时候 我做过几次 春梦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所以见到你的时候 总有些不好的想象 什么 春梦 关于我的 许为乐扔掉抹布 快步走向我 我当作没看见他 专心扫地 不予回答 没想到啊 果真同学 你竟然是这样的你 竟然那么早就开始 寄予我的肉体 这人真是 哪跟哪啊 你都梦见些什么呀 跟我分享一下嘛 许为乐倒像是兴致来了 还步步逼近 将我圈了起来 你不要太过分啊 说是这么说 但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音调 却不自觉软了 哎呀 不要害羞嘛 梦都能做 说还不让说了 其实也挺可爱的啦 我那时候以为 你纯情的不得了 恋爱都没谈过 结果背地里 却会做这种梦哦 丢死人了 我把扫把一扔 转身就想走 又被许为乐 一把拉了回来 直接抱进怀里 她的嘴唇 挨着我的耳朵 那不如 来情景再献一下吧 告诉我 我在梦里都做了些什么 她把气息 喷在我的脖梗 痒痒的 并我无法拒绝 此时 窗外春光大好 窗内亦然 她们都做了些东西 她们都做了些东西 她们都做了些东西